今天我們會做煎蠔餅 看到有些蠔很漂亮 就買了來做蠔餅 蠔餅應該說是潮州的蠔餅 但潮州蠔餅跟現在在香港吃到的 有些不同 以前潮州蠔餅比較嚴重 如果在街上我們在香港吃 通常喜歡脆口一點 其實就關入粉漿的問題 稍後會講一講 我們先介紹一下材料 其實材料很簡單 蠔仔 不要用大蠔 蠔餅是用蠔仔才好吃的 然後有些蔥 芫茜 最好喜歡不介意芫茜就放 芫茜會比較好吃 這是九條蔥 你用普通蔥也可以 然後 這兩個蛋 做蠔餅 重點是用鴨蛋 如果用雞蛋就不好吃 不是說雞蛋不好吃 而是鴨蛋本身比較香 比較適合做蠔餅 濃味一點 我們會用鴨蛋 鴨蛋去雜貨店可以買得到 在超市就找不到 然後會有些胡椒粉調味 最後用鴨蛋 最後用鴨蛋 還有魚露 有些食譜會加雞粉 鹽糖 去調味 其實不用 我們主要的蠔餅 有蠔就有鴨蛋 就夠了 頂多如果想要少少鹹味 可以加少少鹽 我食譜沒有加雞粉 那麼多調味 主要靠食的時候 有魚露 有胡椒粉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粉漿 開粉漿 我們會用兩種粉 白一點 深色一點 一個是木薯粉 一個是麵粉 正宗蠔餅是用木薯粉來開的 但是木薯粉 口感是煙韌的 有點像啫喱狀 煙韌的 麵粉是脆口的 所以就是講這兩樣東西的比例 我們現在用1比1 會比較脆一點 如果你想追求比較傳統 一些潮州的風味 而煙韌一點點 就不是太脆 可以再加兩份薯粉 一份麵粉 即是減一點麵粉 加一點薯粉 另外呢 這個怎樣開成漿呢 除了用蛋之外 就要用清水 用多少清水呢 其實我這裡有80克的粉 我是1比1 即是40克 木薯粉和麵粉 水呢 大概是120-150毫升左右 看實際 一會兒開出來 粉漿的濃度 可以調整 材料大致上是這樣 額外還有少許生粉 這是生粉 生粉用來洗小小小 因為小小小 裡面通常會有散 而且最主要是洗走的碎殼 很多碎殼 如果你不洗走 吃的時候就很危險 所以會用一些生粉來搓一搓 那個小蠔 我放一些生粉 拌勻 拌勻 生粉呢 就可以幫你把 那個 蠔裡面的 那些散 多餘的水分 吸了出來 現在一邊洗 一邊拌勻 那你一邊拌勻 你如果摸到有蠔殼 就把它拌勻出來 盡量拌勻 盡量拌勻 就不會很體貼的 幫你清洗得很乾淨的蠔殼 所以回來一定要自己很小心地清潔 然後呢 放在水口裡沖 放在水口裡 洗乾淨 預備多個碗 也可以用燒機來隔出來 那些重的殼會沉底 所以你放了水 輕輕撈起蠔先 這個不止洗一次 現在撈起了 主要想拿走大塊的殼 然後再用水去沖 然後一會兒 你看到多少碎 就是這些 第一次沉澱了它 再過水 再去拿走蠔殼 你看情況 其實拿水沖也行 就不用再拿生粉去拿 如果你發現裡面真的有很多碎殼 你再用生粉再做 生粉其實有什麼用呢 生粉除了吸了那些殼之外 其實它生粉 因為你放得夠生粉 它加上蠔出來的水分 就變成很稠的狀態 它可以將固體的東西 譬如那些殼 黏了出來 所以為什麼要用生粉去洗呢 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你發現真的多蠔殼 很麻煩 你就再放一次生粉 就可以幫你吸多一點出來 正常就應該不會太多的 洗好了 略為禽乾水 其實蠔禽極永遠都不會乾 因為蠔會不斷出水分 禽到大致上沒有水 就算了 印乾它 用紙索一索 讓它乾一點 在煎之前也乾一點 不要有水喉水 在上面 不會完全乾到 要吸一吸 搞定 這裡我們有半斤蠔 大概300g 其實蠔多少 隨你喜歡 但不要太少 所以我放300g是偏多的 我想吃蠔餅當然要多些蠔才好吃 我先切蔥 蔥 綿茜 這是京都的九條蔥 特別香甜 芫荽 芫荽如果家製的人不吃芫荽 可以留在最後撕面 就不撕在箱裡 以免發生家庭慘劇 所以這個 你可以選擇不撕進去 沒東西要切的 只要切芫荽蔥 然後開粉漿 木薯粉麵粉 加水 水不用一次過加曬 先拌好 只要拌到質感像浸泡的狀態就可以了 好 盡量沒有粉粒 如果想沒有粉粒 水就不要一次過落 逐些落 少一點水分 就容易把粉粒弄散 如果比例適合 一次過溶水 有時要攪拌很久才能溶到粉粒 甚至溶不到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樣來的 然後加鴨蛋下去 鴨蛋 最好是打開 再倒下去 因為這裏已經是漿 如果你把蛋 就這樣加下去 就不太容易 把蛋完全勾勻 尤其是蛋白 會比較硬 尤其是蛋白 有些會比較硬 下蛋 下蛋 均勻就行了 不用攪太久 不要太大力 再攪拌 然後加上其他東西 就沖 當然沖 你可以留一部份 最後上碟的時候加進去 再加進去 再加進去 脂糖 再加進去 再加進去 大�� 再加進去 煎蠔餅 煎蠔餅 用鐵鑊 煎鍋當然沒有任何煎廳都可以 燒紅鑊 放油 熱了 要多一點油 因為蠔餅是半煎炸的 少油煎不出效果 熱了 煎一下 煎拿 煎炸裝 煎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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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它定型,不要立刻去搅拌 什麼時候可以翻它 當你見到旁邊 變成脆的 而且中間的漿差不多熟到上來 還有很少是形體 我打擾它 只有很少可以留得動 這樣就差不多了 如果純粹看到洞邊就翻 中間就未夠 而且你一翻很容易就散了 所以讓它下面營焦得多一點 所以你如果怕下面很焦 你就要小心點火力 不要開得太大火 等這邊也辣一辣就搞定 因為煮鹹很漂亮 如果だ crazy 要不要太llen 只要小心炒偷 按自己反过来 下面有很多油 油会飞上来 所以尽量向左边或前面反过来 不要向自己的镜头 这样就搞定了 上碟加葱 焦粉 吃的时候可以加鱼露 鱼露和玄西